大家好,我是张小车,这一期我们讲一讲二手车车贩子的自我修养 我在网上也看了好多讲二手车车贩子一天的这种生活我log的视频 讲了一天起床之后怎么帮客户买车,选车,订车,然后去提车这样一个过程 我想讲的更深刻一点,而且我想讲的把这些知识技能素养更提炼出来 二手车贩子脑子里在想的什么,他在进行什么样的计算 OK,那作为一个二手货的中间商或者说倒卖贩子 无论是二手汽车,二手家具,大到二手房,小到一些二手的珠宝,手表,衣服 基本上都是有买有卖,这样一个有进有出的过程 那一个车贩子如果他想盈利,他就要非常清晰 他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是服务于低买高卖的 很少有人是玩了个寂寞,倒车倒个寂寞的 也很少有人是发自内心的想做雷锋,赔钱做生意的 很少,这世界上有,但是很少 所以说这个车贩子他脑子里拿出一台车 一台车的信息,他就要非常清楚三个关键数字 第一个数字,这台车在市场上以车商的价格卖的价格是多少 这是第一个数字,第二个数字,这台车私人之间交易是什么样一个价格 那第三个价格就是commercial sale 车行收购这台车,或者说消费者把车置换给车行 或者说车行从拍卖行买车,这样一种收车价格是什么样的价格 有这三个梯度,他才能非常清楚这台车他能不能赚钱 他能赚多少钱,或者说他是在赔钱 所有车贩子对他要买的车,要卖的车都应该非常清楚这三个数字 这是很重要的 车有大概几个信息 第一,年,品牌,型号 这是这个车,包括它的配置,比如说手动,自动,包括四驱,两驱 这是台车的标准信息 第二个信息就是它的里程 第三个信息是它的历史记录 第四,就是它所在的地区市场行情 或者说简单点说,邮边,所在地区这个车市场行情是多少 专业的车贩子,脑子里是有数据库的 他在之前的一些工作过程中都积累出很多的数据,并记在心里的 所以说你问一个专业车贩子,我有一台哪年什么里程 什么型号品牌的车,什么样的配置 事故记录比较干净,或者说有一点小事故 他大概就能猜出这三个价格数目了 市场中有的车它都比较新 开了一年,两年,三年,四年,没出原厂质保的 里程也不高,也没有事故记录,干干净净的 这种二手车是最好把控市场行情的 因为他的车身损伤啊,经过的磨损的这些变量非常的小 所以说上手很容易 对于刚入门,刚入行的二手车贩子,或者二手车从业者来讲 这种车是很好计算和操作的 因为在事故很少,甚至说没有事故的二手车上边 而且车况都很正常,都很完好 一切功能都正常的情况下,市场上大部分的车都是这样,就比较好参照参考了 比较考验二手车车贩子技能和能力的,就是那种事故车 这个车发生了事故,修的怎么样 修完之后市场价值是怎么样 你可以卖出多少钱,你买最多能花多少钱,最少能花多少钱 你卖给私人,你最多成交价是多少 这个是需要专业素养,专业技能的 需要经验来积累的,他要看很多很多车 他要经过他的手捣过很多车,他才能知道的 所以说二手车贩子呢,在市场中,他怎么样生存呢 也大家都不一样 那再往深的讲,还有一些车贩子 专门买那些需要修复的车 这样呢,他就能多赚另外一份钱 就是修这个车的钱 像我之前导手的那个萨博95一样 我以一个事故,或者说有问题的车 这样一个状态,来压低很低的价格,来把它买来 这样呢,我赚的钱不仅是导车的钱 包括我修车这个钱,我自己修的这个利润呢 也有一份,这相当于我赚了两份钱 这样的二手车贩子呢,也非常非常多 当然这个过程呢,就更加复杂了 不光要对这个故障进行诊断评估 还要呢,对这个配件怎么样的选 怎么样的利益最大化 之后呢,都修好了之后 总成本是多少,市场价是多少 我卖给私人是多少 我卖给车商是多少 我上一台车呢,有好多朋友吧 在后台评论说,我这车卖便宜了啊 但这台车呢,我没有卖给私人 而我是卖给车商了 车商买车有一个好处 就是没有任何后续的服务 他认定了签好合同 出了什么问题,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但是如果我卖私人 这个私人发现过后有问题又怎么怎么样 虽然合同上写的sell as is 但你架不住来找你啊 哎呀你这个车我在你这买的又亮故障灯了 你那是怎么样怎么样 跟车商之间交易就从来没有这种问题 在行业里有很多车贩子啊 尤其是结合着修车的那些车贩子 他自己把车修好,他就直接卖给车行 他不卖给零售的消费者 所以说普通消费者根本不认识他 他自己也没有那种有展厅的店 有自己的院子,自己的汽修厂 但是他没有展厅,没有销售员 直接修好车,摆在院子里 车商来这里来采购进货了 有这样一个角色吧 所以说这车贩子在市场里呢 有很多很多的职能和职务 也有很多的获利方式 所以我们大家看那么多小视频 因为我也看包括很多知名的一些汽车媒体 讲这个二手车很透明 那个二手车很棒 大家可以放心买 大家看他看的都是什么样的车 都是原厂保修都没出的车 甚至是一年新两年新的车 你如果说在预算范围内买的是很新的二手车 它风险本来就是很小的 它的变数是很小的 那真正考验二手车贩子 考验消费者 考验验车者的 都是那些上了里程 上了年纪的车了 前车主怎么对待它 它怎么使用 包括之前工程师设计 制造研发过程中 该到什么时候开始产生通病了 这个是需要一些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的 对吧 我再举个例子 有那么一款宝马X3 它原厂设计那个正值链条 就有问题 链条是不需要更换的 它是终生的 但是它有一个通病 到了那个里程它都会断 所以对于有一些通病的车 车商也要更专业 更引起注意 搞不好这个车已经是接近于绝症晚期了 马上就要发病了 结果自己从拍卖行 从其他地方或者私人手里买来了 到手里烂自己手里了 花了几千块钱 还要把它修好 要么就是白完了 要么就是赔了一两千块钱 甚至赔了上万美元 这样都有 但是对于车况比较新 里程比较低的这种二手车 尤其是事故记录比较干干净净的 这种车的利润是比较透明的 甚至说已经有一点固化了 就是说这个车收入多少钱 能卖出多少钱 中间利润多少钱 大家都比较透明公开的了 因为它基本上相当于一个标定的二手产品了 如果说你是一个二手车的车贩子 你想获得更高的利润 你想有更多的利润空间 那我建议呢 你不妨去找一些相对里程比较高 稍微老一点的二手车 尤其是一些事故车 这里的事故不一定说是发生碰撞了 发生事故记录了 有很多机械故障 电路故障 这种问题车 它的市场价格也很低的 我们把它买过来 自己修一下 再出售 这样呢 你就能赚到两份的钱 但是呢 这个呢 对这个二手车车贩子也好 二手车车商 包括它的修车技能 故障诊断能力 选配件 包括找不同的修车资源 甚至或者说自己上手 全方位呢 都有一定的要求 那么大家觉得 做二手车车贩子难不难呢 其实我个人觉得还好了 它跟其他的二手家具 二手家电 甚至说二手服装 本质上性质都是一样 第一你要了解这个产品 第二你要了解这个市场 第三呢 就是很客观的东西了 有一点初始的起步资金 有一点钱 这样就行了 这个生意就可以做起来了 当然至于后续的一些经营之道 为人之本呢 它是怎么样来对待自己的客人呢 有没有一些欺诈欺骗行为了 那个都是看商家的一些职业道德 或职业素养了 OK 这一期的内容就是这些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汽车文化 产品 消费 市场 商业 我是张小车 我们下期再见